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程鹏啊 今天咱们俩共同欢迎一下啊 我们能够第一次聊堵车 在有一位专家的情况 在场的情况下聊堵车 过去都是咱们外行 说堵啊堵啊堵啊 这位郭老师啊 这个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智囊机构 你知道吗 交通研究中心的 所谓北京现在制堵新政啊 那都是他定的 这家伙啊 其实人人都是专家 每个人你走在马路上都可以挑出一堆毛病 都可以说半天 但是呢 咱们先说啊 这个北京这个制堵新政啊 居然出现了奇迹 北京这几天的堵车情况 这大家都看到了吗 居然有所好转 我有发言权 我在北京有一辆车 06年买的 太堵了 为了不给首都人民添堵 我把它开回老家成都去了 给成都人民添堵 我在电上看前段时间比那么堵 刚才我来做节目 打车来的 我一说 我以为没有一个小时到不了 就半个小时到了 原因是什么 确实是吗 郭老师你们分析原因是什么 你这感受是对的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实施的一个数据系统来实施的监测 北京是这个路网的阴影情况 劫后的这一周和劫前的一周进行对比 确切实实我们的这个拥堵的水平下降了 我觉得我也为这个下降啊做了我个人的这个贡献 我怎么贡献呢 我跟你讲 新年头一天上班 我开车出去 迎头就给警察碰上 我发一百块钱 就伪号现行啊 我发一百块钱 我说我以前也瞎走 我可记不住 这警察说现在不一样了啊 而且采取的办法是 不是说一天发一次 他们还说呢 说反正你都交了一百块钱 你今天就在北京街上溜达吧 现在不是了 见一次发一次 所以今天呢 我又是赶到那一天 我也是大地来的 所以你知道 对的 他们说这是原因之一了 这是我刚才我问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了 我说为什么就不赌了呢 他就专门说你这条理由 所以现在你开一天能发个8000块钱都能发 所以大家都外地车赌在五环外了 外地车就不准进五环 我们的这几个数据可以反映出来 一个是实际上原因的就是 包括这1月1号实行的这个外地车禁止 在高峰时段进入五环 这个影响还是很直接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在管理上加大触发力度 这也是一个贡献 没错 也这样的啊 不少规矩的 没错 大家都更规矩了 这个交通一定会顺差 第三一个原因呢 实际上什么呢 就跟我们的五条线开通也有关系 你像这个金开路那条路上 那早晚高峰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啊 就说是他们就讲了 说这招这个狠啊 外地车 外地车的组成成分动机很复杂 这家伙一概就给拦在五环外头 你们当时就敢下这个决心了 这个实际上没有把他们拦外头 实际上是为了就是限制 你在高峰时段 不允许用 其他的时段你还是可用的 那这一部分这个需求停下来了 这对高峰期实际上是一个直接贡献 是挺反对这个不准外地车进入北京 我觉得这一种歧视 对啊 一种不平革 就和当年我们办赞助证什么户口是一样的 今天这个实际情况呢 我又有点高兴 加上我突然想起来 很多是咱们中央不是很反对那个来跑关吗 包括住经办吗 我一想 你这个一现行在五环以外吧 跑关的少了 至少活动没有那么频繁和方便了 他们说建议这个各部委啊 在五环外头设收礼中心 把餐馆也设在五环 对吧 我觉得你们交管部门帮了这个组织部门的一些忙 当然程鲁你要说是这个平等啊 最近确实很多人聊平等 比如说说北京这个限赌啊 很多人叫公民的这个购车权 什么出行权 但是我发现呢 你看上海 我给你看点这个小资料啊 2004年以来 说上海私车牌照排卖中啊 标价每张达到4万多元 一张上海私家牌照的铝皮啊 已经超过同等重量黄金的价格 就是说他那车牌的重量按这么算 但是北京也有新闻了 从1月1号零点到1月8号24点 共有21万多名人申请参加首轮摇号 差不多这个概率啊 是12个里头摇一个 当时他们就说说北京市民跟上海市民不一样 你要跟北京人来这个钱高者得呀 这玩意就反了就实行不下去啊 所以现在采取的是呢 运气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你们怎么想的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啊 这个所谓摇号也好 还是这个拍卖也好 其实这是一个形式啊 这个背后的目的实际上是 就是说你北京市现代车增长的太快了 而这一年啊 你前年 这是转过来来前年 09年一年北京竞增啊 所有的车加起来 新车就不止了 竞增 就是把淘汰的车去掉 竞增是51.5万辆 10年这一年将近就得有80万辆车 增加上来 这样一个增 其实呢 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 去去想这个问题 其实仔细讲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天呢 我们就有几千辆车就要就要上路了 这个是什么概念 你去想一想啊 我们的车首尾相连的时候 一辆车占据路面的长度 至少是5米 就大家还都不要走起来啊 走起来站的空间更大 就是停在那是5米 一千辆车是多长 那所以就是5公里 两千辆就是10公里 对不对 那一年是多少 三百多天就是三千多公里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北京有多少道路 没有多少的 我们的道路中心线的长度 北京所有的道路长度 除了郊区的那些公路区处之外 我们所有的城区道路长度 加起来六千多公里 他在国际上 北京的道路长度 就算是什么位置 是 那么不要 不要跟国际上去比 在国内去比 北京的道路都是低的 低的是吧 对 就是所以大家有好多的误区 就是以前我也听过 有人说这种观念 就说 说你北京路这么宽 那世界大城市少有啊 是吧 东京都没北京的路这么宽 对啊 这个 然后说全世界 说你北京才这么点车 跟香港新加坡去比 那不差远了吗 你说什么问题 这是管理问题啊 这个其实是我的问题 他的观念就错了 我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呃 咱们买一辆车 其实收了很多税 还包括费 对吧 就你收集费和税 其实应该帮我们多学点路 按北京的这个路前东 里路长来算 在国内都不算高的 我觉得这笔钱 应该多学点路 你听我说完这个这个道理啊 实际上不是在 还这个跟修路有关 但不是路所决定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决定于你这个交通堵 还是不堵 其实是和这个城市的规模 和人的密度 直接相关的 就是你修再多的密度的路 实际上国际上最平均下来 全世界平均下来 能够给道路的土地 基本上就25%高的 极个别的例子 像洛杉矶这样的这种低密度 完全低密度 小汽车为主的这种城市 能够做到40% 但是都说洛杉矶是世界上 城市发展失败的 当然它现在进入到 那样一个小汽车为主的 这样一个城市 想改变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城市发展 过程中一定是作为一个 而且美国是人少地广啊 那多荒凉啊 对啊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多地少 所以我就常讲啊 其实呢就是大家对于摇号也好 对于北京的小汽车 要不要控制一下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要去想一想 在我们的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区 允许不允许发展 这么多小汽车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是 你像你像我也在香港 我就我们感觉到香港人啊 就是人家香港政府不是说 强制性的不让你买小汽车 而是说这个他就采取了一些什么杠杆 什么办法 这个市民根本就不愿意选择 这个我同意 其实不是说不愿意选择 而是你香港的公共政策 就已经事实上控制住了大家来买车 香港的这个小汽车的使用成本 跟新加坡是差不多的 新加坡也是如此 新加坡一个牌照 这不是上海的四万 后边还要再加一个零 新加坡啊 新加坡的牌照太慢 相当于人民币的四十万 这个价格满意 然后呢 你还得要交那么高的停车费 还得要再交道路的这个这个拥堵费 它的电子电子收费嘛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把这个小汽车控制住的 所以就反过来讲实际上什么 就是说大家都有一种小汽车梦 都希望拥有车 当然有车是方便舒适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全都有的时候 你的城市的空间的这个资源 实际上是没有的 但是我插一句啊 这几天也有人就在说这个事了 说你比如说他12个抽一个吧 一个月只能抽两万辆车牌 比考大学的那种比例还要 还低是吧 那么说这个月没抽着的呢 就存入下个月 但是这个概率上讲啊 它存在就说有人要是倒霉 倒霉疯了的话 他一辈子都轮不着 他这个小汽车梦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汽车梦要有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随着我们官家刚刚富裕起来 大家要改善一下 这个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但是这个政策不能够简单的去思维 一刀切的去想 这个一定是因时因地的去想 那就是以城市的这种高密度的这种中心区 盖房子都盖不过来啊 我们一辆车停的空间最少最少需要30平米 你要用起来你到另外一端你要再用起来 还照样还都要需要二三十平米的空间 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 我们全国的水平 北京还要低 全国的平均水平 人均的建筑面积才30平米 那您的意思 这个世界大城市都是这样子的 你到东京去 人均的住房面积就是低的 那你到洛杉矶去 你到美国的那些中小城市去 那使用面积就一定搞为什么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刚才说了这个因为买辆车收很多钱 他应该用在道路建设上 但我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道路设计和城市规划 确实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 马路非常宽 你走到长安街上 我现在除了在莫斯科 红厂附近见过这么宽的路 纽约没有这么宽的路 伦敦没有 巴黎没有 这么宽的 这个其实恰恰你说的这个问题 就说到说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也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划 这特别是北京的规划 其实就是50年代初 苏联专家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 其实交通最好的东西 微循环 像人体的这个毛细血管一样 他们说东京就是微循环 我去2004年我在雅典参加这个奥运会 我觉得城市又旧又护我 有很多小鸡小项目 但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个堵车 这堵了司机喀这走了 我还举个例子 我我把车开回成都以后 成都也是现在成都堵比现在的这几天的北京堵多了 成都 成都是个堵城嘛 早几年就说了白天堵车晚上堵麻将 堵城 后来有一地方真不堵 玉林小区是个老小区 全是小街小巷 有麻辣烫 车上香 他还不堵 为什么呢 我想就我们的城市规划 以前图漂亮吗 8车道 16车道 两边全淋进着高楼大厦 很像瀑布一样 对吧 其实后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个确实是修建它的微循环很重要的 城市的规划 这个角度来讲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包括一些人类的设置 我以前住在北京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然后反思反思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成鹏讲这个微循环是个问题 我当然没去过 但他们讲东京的这个小汽车的量 并不比北京少 说但是我先纠正一下 你看东京什么地方 如果东京的市中心 小汽车的量比北京还要少 银座 比如说 不是银座 那人均拥有量 人均拥有量也低 我们北京的小汽车 人均的量低于北京 当然 纽约的曼哈顿 纽约的 美国咱都知道 纽约的曼哈顿住的那些人 那是什么人 对不对 它的人均拥有小汽车率是0.15辆 每人平均下来 全美是0.7 北京是0.31辆 将近一倍 它的这个 东京是多少 0.19辆每人 这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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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什么 说明是说明我们北京是在中心去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我们是说对了 北京的交通线阶段 为什么会这么堵 其实就是什么 你说车多也是对的 车发展的快也是对的 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什么 是我们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区 但是这一点上为什么呢 又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又一致了 东京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东京也是一开始中心去高 然后逐步逐步的外围高 它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什么态势呢 小汽车真正的拥有率高的是在哪里 是在城市的外围低密度的地区 那你看一看全世界的城市 其实都是这个规律 它城市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中心区会会降下来 外围会高上去 这就是城市化的进程 就是这个规律 北京呢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我们大家会觉得 我们我们北京是这个阶段 怎么会这么多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我们的城市化的这个进程 城市功能的这种竖节 这个关键和关键问题 但是我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的设置啊 除了道路的设计有问题 设置和管理真的有问题 你看我住在北京的双井 我们经常开车从国贸桥一下桥 从由南往北啊 有什么呢 主路进府路 府路进主路两个路口 这已经已经开始打架了 已经他集中的很 就是15米15米到30米中间的一个区域 还有6个公交车站 还有一个十字路口 而那地方又是商业区 又现在出现卡拉OK电影院 商务区 剧竹区 有什么这个城 那个家园 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疑问 什么呢 我在国外经常看到公交汽车站 是设置在两个路口中间的 或者三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 对吧 或者中间 我们北京 你们北京啊 我是外地人 你们北京怎么老是爱把 公交车站搁在十字路口 是哪户人家总住在十字路口吗 没有 我觉得如果放在两段路从中间是更好的 因为你回家也方便吧 对吧 而且你可以瓦进去 这您怎么解释 这个它是这样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一个为什么这么集中 这个跟我们的马路太稀 直接的关系 就是因为你马路很稀 最后呢 所有的公交线 没地方走 只能集中到这一条 车也是如此 咱们可以看个照片 他们说这是中关村附近 开了火车了 开了火车 这就是公交车 这不是火车吗 看着像 我一开始以为在火车呢 您接着讲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交通的问题 不是集中而是要分散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的矛盾的解决 往往有这种原则的 不能够集中在一起 要分散 北京现在呢 实际上是干道系统修了 但是微信环打不通 这个是我们面临的 当然也不仅仅是北京 其实中国的 一样 中国的很多的城市都在 都在都在重复这样的这种路 这是我们是 确实是需要调整 需要反思的东西 我们不能 没有必要把这个马路 修得那么宽 那更加人性化一点 更加有邻里的这种亲近感 其实这个城市 才更有吸引力 更有活力 当然为什么咱们不能这么做呢 这是历史上已经修成这样 这是这是 以前我们现在 另外一个呢 就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们都一个社会 都需要一个 一个转变观念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过分的强调历史当然也 但是我们不承认历史也是 也是不对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二环三环路 实际上我们这条路 原来是规划的 就是一个城市干道而已 是因为干道 车多了以后 堵 堵 修了一个立胶 修一立胶 缓解了以后呢 然后呢 下一个路口又堵了 过两天又堵了 又把下一个立胶 立胶立胶立胶穿起来 就成了一个快速路了 但是快速路你要知道 就像我们的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系统一样 它是要分层级 你你主 主血管是干什么的 毛细血管是干什么 它都要分 我们交通上分什么的 分快速路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分成这种级别 各个级别的应该干不同的活 我们现在的系统是什么呢 是没有分工不明确 就是好比是你那部长 干的是科研的活 那么你这部长能称职吗 不称职 我们现在的快速路 承担了很多 低等级道路的工程 甚至于进出工程都要承担 那当然它的效率就很低 就是他刚才讲的 出入口间距就有十几米 这个实际上 那严重影响你这个快速路 修转力交桥 它还负责掉头的功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路网功能结构存在的问题 那现在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方案里边 提出来要花非常大的力气 很难 这是很难的 要把什么微循环要打通 要把我们的断头路打通 增加什么 增加我们低等级道路的这种密度 这个增加的话 实际上除了我们的让我们的小汽车 也能够循环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让我们的公交也能够进去 我们现在的公交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 其实它没有路可走的 很多的地方呼声很高 希望公交进去 但实际上它没有路 进不去的 公交运营不起来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东西 要从规划上建设上管理上来 所以照这个作家的话形容 说在北京开车就像你说的叫边框 就像边框一样 就是过来过来过来 什么时候能给它履职了 而且能够多道并行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郭老师你看你这研究车民的 网上也有这个 但不一定客观 说中国车民九之罪 九项罪 开着全世界最贵的车 搅着全世界最多的税 烧着全世界最贵的油 行驶在全世界最堵的路 交着全世界最多的买路钱 避让着全世界最多的特权车 提防着最厉害的马路杀手 暴露在全世界最密的电子眼下 担心着全世界最诡异的罚 您觉得他这讲的 这个网友调侃还是很有才的 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罪了 但是有一点我不同意 所以北京也好 还是中国也好 其实我们小汽车 这几年发展最快 这么快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经济发展了 富裕了 大家买得起车了 但是说我们 我们的车使用就很贵 其实是错了 我们的油价也好 这个包括特别是停车费用 这个直接影响你的使用成本 这块实际上我们跟世界上去比 那还是低很多的 停车费很多 停车费和世界比呢 它比较低这个我承认 我算了一下在英国太贵了 油价确实和世界比 为什么会贵 但是英国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贵 英国的伦敦的市中心会贵 你到英国的小镇上去 照样也是很便宜的 这个恰恰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说我们对待小汽车这个问题 在小城市和大城市不能够一个思维 因为我以前做记者吧 我老去国外一年半年都在国外 特别在美国一到上下班高峰期五到七点下午 警察全出动了 特别骄荣可拘 给你打了吼哨打了响指指挥你赶紧走 因为你再有这个交通规则或者电子眼 你一个局部的一个车身的位置需要人帮你指挥 我发现我们那个交警士上班的时候 他和我们一起在堵在车盒里边 下班他也在堵 他是在他上班的时候在路上走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堵 是把上班时间错一下 一到上下班高峰期 美国交警全出动了 我们美国都在那个时候 加上我们的行人士不守前方规矩 变道不打转弹灯 然后急刹车 好像就是像我原来说 我们说你们这些搞交通的不会开车 是吧 所以弄这个路很糟糕 这两年开始说什么 说你们这些人都开车 根本就不管我们这个七星车 这个利益也是一样的